Hello大家好 歡迎來到寶日黨第8月22集 我是白兵 新年快樂 我是寶哥 今集是講我最喜歡的Blackpink 你有沒有去看? 我當然沒有 先炒到兩皮 今天主要是收到小道消息 講究竟Blackpink這件事的詳情 話說Blackpink這件事 其實我原本是可以有看的 不過是在泰國 泰國便宜很多 泰國便宜很多 其實本身 以我所知 他們是有些 他們沒有什麼內部票 然後就 Fans Club 你給錢入Fans Club 會優先到那裡票 泰國好 香港好都是 那你就可以一次過入了 總之你去到的地方 你就去那個地方的Fans Club 你就可以抽 因為我身邊有個朋友 就是超級Blackpink 他就瘋得真的這樣做 然後就 因為他直接有計算過 荷蘭那場 你計算機票也便宜過香港 可以去荷蘭看 而且他有這些Fans Club 他還可以看那些排練 是呀 預先rehearsal 可以進去Fans Club 你可以看rehearsal 是呀 所以 他就是很喜歡backping 到最終他是撲到票的 他是不知香港又撲到 泰國又撲到 還可以轉手 賺了十匹的那些 排練香港那時候 那天是炒到 兩萬八千幾 還是三萬幾 是 所以他就賺了轉 但他本人去了泰國看 有所知 現在香港在非個方面的事情 其實backping這次先分享一下 因為不是每個聽眾都知道 其實最後的價錢去到多少 那時候在說 我應該說說backping有幾個口 你可以先說 backping 韓團大家知道 看我們頻道的人 未必過都有留意韓國的音樂 因為有時候會覺得韓國覺得很差 很差 買整容妹 或者油頭粉臉 很認真GD 有一群人是這樣的 我不是想吹捧他們有多厲害 因為如果要吹捧他們有多厲害 這個節目講不完 不過也可以講一下究竟有多厲害 其實就是 現在韓國最紅的那些 這些組合 無論之前的pigband BTS 女的就是twice blackpink 這些就稱之為一線天團 一線天團是紅到外國的 全世界 不只是在韓國裏面 不只是在亞洲 是連歐美那些 你怎樣知道他紅不紅呢 他可不可以上那些大的音樂會 可以唱到幾首歌 然後他們賣的廣告可以有幾多誇張 例如blackpink 四個全部 Janny 人家鄉內爾 全身代代言 Chanel所有產品 Jisoo 我記得是Dior 所以你會見到他blackpink 來香港的時候 你會見到他會去Dior買袋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marketing 然後我記得Lisa和Rose 各自都代言了一個大品牌 high fashion 這些貴價品牌都是代言 這個你就知道他很能紅 也是天價的代言 當然有Adidas 那些運動品牌全部都有 另外就是外國有幾紅 起碼都要多人看多人喜歡 我們怎樣可以很客觀地衡量呢 就是外國有很多那些 在街頭上 你當是尖沙咀 或者是旺角 有一個鏡頭放在那裡 然後你會用一個大喇叭 然後就播他們的歌 那些人就會衝出來跳 有些這樣的 即是Fresh mode 即是一個快閃出來跳舞 快閃跳舞 然後你一播那首歌 那些人就會出來跳 那些情況多不多 聚集到多少人 這些都可以客觀地看到他們的受歡迎程度 他們的經濟價值 那Black Pink就應該是韓國女團 因為最好是因為他們四個女生 有三個都說得流利英文 所以他們打國際市場會比TWICE好 他們也出外國出口很厲害 韓國本地可能沒有TWICE那麼好 第一離開了韓國 他們就全世界的紅 這就是為什麼有什麼尼碼會跟Lisa拍照 所以香港其實剛剛搞了三場 先說最瘋狂的時候的價錢 有多少 799的票 即是山頂票 已經遠到只看到一顆豆 可能電視機都要眼力好少才看到 炒到一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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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到三萬的 炒到三萬的 這件事是很瘋狂的 但是很多人會第一個想法 看Black Pink那些客人真的這麼富貴嗎 其實我知道了內情是什麼 其實給錢這個黃牛的價錢 並不是看表演的人 並不是看表演的人 是什麼人 大部分是一些要照顧客的Agent 所以這次為什麼Black Pink這個價格會這麼貴呢 是一個人情Show 是有內情的 但在講這個內情之前 首先要跟大家討論一下 這個黃牛是怎樣運作 其實有兩種 首先先回答一個問題 最近這個城市電腦售票網 已經轉了系統 所以就順暢了 所以大家不用再 如果有紅館的Show 不用再早起10點進去 你一定買不到的 基本上 因為它順暢了之後 你對比起那些電腦機械人 你的弱勢更加明顯 對 因為以前你都可以放進去 例如以前 他同一步的時間 只能放到1000部電腦進去 現在可能一次過已經10萬部進去 所以全部人可能是零時零分那一刻 你已經進去了 甚至乎因為今次這個系統的後面 本身也找了一個國內公司做 裡面有沒有backdoor 方便一些人做事的方式 自己想吧 所以其實大家這一刻 如果在散戶買紅館票很難買 但backpring這次在亞博做 所以其實我們散戶也有機會買到票 但為什麼最後會炒到這麼貴呢 第一當然需求很大 但是更大的是什麼呢 其實一直以來都有一種模式 我們叫做內部認票的模式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那時候早在去年 可能大概11月左右 我已經收到一個詢問 喂backpring我有票 會不會想留一點 那時候其實大概給了那個價錢多少呢 譬如說是1900元的票 其實那時候可能你只需要付2500元 那你就可以拿票 但是那個玩法是什麼呢 譬如假設當日你已經要留10張票 那你已經要全付了那25000元 你不是拿票才付錢 那時候市場上有些我們叫大莊 那些大莊怎樣拿票回來呢 有些可能他真的透過和主辦方去拿票 因為其實他有聽過一個概念是這樣的 如果他要經售票網賣票 那些主辦方第一 他收錢的時間慢 他要賣完才可以收錢 那些資金才會回籠 第二是什麼呢 那些售票網也要收費的 就是收費的 好像這個城市電腦售票網 所以說得大好像也要抽三成 所以如果直接有人跟他認票票 其實他已經封了蝕本門 所以一直以來 無論各大演唱會都好 你都會看到有大量的內部票是充滿了 那時候Backpink這件事也不例外 很多人都認了不同的票數 其實他經過這些我們叫內部莊人 其實他們是不是真的拿去炒和牛 不是的 其實很多時候更多的是什麼 就是一些要服務客人的行業的人 例如可能是保險 可能是金融 總之簡單來說 你有一些叫做你不可以得失的客人 那你去買這些票 你去做一些人情給客人 那時候其實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大概 那時候聽到不同的人 可能都認了百多二百 百多二百張票 不同的人單位都認了這些數目的票 那時候那個給票的那個我叫做大牛 那個大牛就OK啦 就有了就有了 但是開數之前的兩天 都還沒給到那些票的人 那一刻就開始害怕了 那些人開始害怕了 那些客人 除了如果大家有入場看Bad Pink的話 這次你看到其實很多都是 其中都是一種社會身份地位的顯現 我發現 那很多不同的人 你答應了 但是不可以得失的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呢 一路的莊話 我給你票票 但是去到已經開數之前 那一天發現還沒有 那開始就著急了 那著急的時候 那些人就在其他渠道 找回其他的黃牛 來吃回那些票票 所以本身他們 如本預算我二千五元 都買了一張千八元的票 來做人情給那些客人 最後應該是同一班人做的 我就不給你票 我被你逮捕 我又不給你票 那你怎麼辦 然後我聽回來有些客人 他說那些賣票的人 他的客人是在大陸 訂了機票 飛下來 你給不到票 你賣屎 然後第一天 那個人已經沒有票 變成那個人 一家四口 要住一個晚上的酒店 要過一天的機票 然後他還要再給他票 所以那個票 現在簡單來說 本身大牛的狀態是什麽 本身他一張票 賺五個票 現在他一張票可以賺一筆東西的時候 他去飛起你的誘因就很大 因為他也知道 你是不可以不賣他的票 到最後 那個價位 比NFT更厲害 比比比特幣 以一個火箭的模式 從第一天 可能2000元的票 炒到6000元左右 然後不用幾個小時 就已經去到過萬 然後越來越上越有 兩萬元 如果2000的票 可能最高峰到萬 五萬八 兩萬都有 但是這些全部 其實都不是看的人去賣的 因為在場 因為我都善報回來 在場其實是有一些 真是都是Batpink的粉絲 想著等 因為其實很多人 如果你想看表演 譬如當陳奕迅這樣算 如果你很想看便宜的陳奕迅表演 那天開場 他在門口等 可能開場了15分鐘 你會罵到一些票 是啊 竟然賣不到 那些 然後那天在場 其實就是有些人都在等票 但可能他最多都是出三千元 四千元 不會出到兩筆的一張票 這樣賣 然後更加聽到是什麼 就是有無數的 有無數的中間人 就是買了這些黃牛票的人 發生什麼事 他們是再中途再被人壓到一鍋 包括是出現了 因為這次是用QR Code入 雙重賣票 即有些票買了兩次 是啊 你要信得過他的 QR Code不再賣出去 因為其實如果假設有兩個曲 那他會對回電郵 如果你有電郵 其實你才能保障到 其次 那天還聽到消息 有些是直接是騙錢的 即是被印了幾張咖啡 幾皮幾皮這樣收拾 這件事 我想這件事 中途令到很多從事 可能金融 保險 總之簡單說 你要照顧客的人 哇 舒特 重商 剛好是香港政府做了一把力 提早開了關 人們可以下來看現場會 重創 所以其實這次這件事 其實牽涉到一個大牛 他覺得那塊錢 夠收割你平時的熟客 一莫過 我粗略估計 可能這次起碼是在收拾七位數字 即是中間的操作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不用怪Bagping 其實不關他的事 但你看不到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今次很多的票 其實最主要是誰買了 為何會炒得這麼貴 正常的黃牛是沒差那麼貴 其實全部都是一些 真的要做人情的朋友 再加上這個就是所謂的 貨源歸邊 本身那些內部票 因為真的喜歡看的人 其實他買了票 他在外面買了票 他怎麼都會看 如果我三五千元買了 我發覺可以買生皮 我回家都買了一瓶不能看 然後你再去其他國家看都可以 所以正常 其實同樣道理 當大家都看到這個價錢 扯到這麼高的時候 又有班人是瘋狂接貨 再加上他貨源歸邊 即是你打個譬如 你有一千張票 你本身知道那個價錢 你知道那些人要貨 而且那個位置是 我已經給了錢給你 即是我已經給了錢給你這個貨 但你無法相信給我 我最多不是說 我真的不是包有票給你 我原價退回給你 但另一邊的帳戶 你用高出五倍十倍的角色 來賣給你 再退回那塊錢給你 這一下是 嘆人為觀止 為什麼呢 因為更大的 其實中間被人夾住那幫人 他有感老不敢言 因為他有 第一 報警沒有用 你本身也沒有用 你又答應了客人 還有你有一筆錢 扣在他那裡 如果假設他被人拘捕 那你那筆錢又是收不回 即是變了你 局埋契弟 其實 即是 這一下是 整件事 完美地 將一些以為贏的人 一下子收割的方法來的 所以這件事是一個 我覺得是精彩的 還有你知道千錯萬錯是什麼錯 就是 鬼叫Black Pink雞 很難受歡迎 這個 這個 即是你今天 輕太受歡迎 是的 這個是 那個根源 即是今天你說你買票 還有他的長數 即是他的座位少 公認少 公認少就飆上去 所以 三場都是三萬張票 對 這一單就是 經典 經典 其實陸續都可以再分享多一點 為什麼這次有這麼詳盡的報導 當然是有人在操作 所以可以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是黃牛的運作 其實黃牛的運作 其實是有分零售和批發的 其實零售者是什麼呢 即是你已經在第一層拿了黃牛回來 然後你再賣給一些我們叫做門市的用家 即是我們叫做真的入場看show的用家 其實這一群人 其實他們自己本身都是會自己去拿票 即是自己可能會用電腦 用什麼方法 用電腦也好 去進票 其中一個方法 第二 有些好的show 其實他們那些人都會是怎樣 都會向著這些做批發商的人去拿票 那你拿到票之後 其實很簡單 跟普通的賣賣差不多 就是他建立一個 要有一個reputation的一個零售賬戶 因為其實現在有太多的詐騙的東西 所以其實他們那個帳戶本身 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他就簡單來說 就是讓一個data base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show 其實根本 我們如果真的想去看的話 其實你是買不到票的 正常途徑 好像剛剛王子華那單 王子華跟林海鋒那個 旅人會有場show 已經是匯豐premiere的優先訂場 都在說是不用一個小時就爆了 就買了 那裡面是不是全部人都拿去看呢 那也很肯定不是 所以其實這些主辦方 那些王子華是強行 開了一個二手的市場出來 去做這件事 裡面很完善的 有批發 有批發價 批發價是什麼呢 你越早預訂 你覺得對那個artist很有信心 你越早預訂 第一百張 你先給一百張錢出來 那你之後 你要拿一個計劃 第一他可能最後給不到一百張錢 給不到一百張票 第二就是可能價錢會倒下 例如你一百張買票 楊千華 楊千華 不過之前我聽過 另一個business model很有趣 可以分享 那你自然就死得很慘 所以其實陳奕迅在開售之前是很困難的 對於這個王牛來說 第一他開的場數很多 第二就是他也是帶著新疆麵 所以很多人是不知十五十六十五十六十五十六 所以到最後漂亮的位置 他也是由那個價值去炒起來 但譬如那時候有什麼單丁 那些就是低於原價 有些是低於原價 因為我跟朋友去看 我坐到第三行台中間 看到毛孔 會不會很辛苦看 也不會的 因為我完全不需要再看螢幕 除了有一首歌 因為想讓我建築物遮蓋著我 所以無奈地要看螢幕 也沒什麼看 我寧願看了建築物 也不想看螢幕 那就三千五 第三行 我建築物遮蓋 所以也三倍 本身是980 應該 我覺得很值得看 坐到這麼多錢 很好看 所以 即使第三行這些 其實如果你有一個桌子夠快 或者你放到位置 也有機會買到的 但是我們正常人就買不到 買不到 買不到 所以你免費了就免費了 所以譬如你有一群人 就是要預先放到那些錢 然後你未必可以拿回來 如果拿到 你還要拿出去給零售商 來幫你散貨 但其實也獲利滲風 雖然 以炒來算 例如一些熱門的表演 其實是 如果你有多貨在手 其實也不是物食 即是你一張的 例如是三倍 即是好像你所說 可能譬如 那時候 還有配貨的系統 譬如 現在是980 我現在當你同一個裝 一次我買 50張980 那你就可以 有一兩張就是頭 即是英文數字 那行 英文數字 那行 譬如980 本身要1300元 譬如 英文數字 就要再貴一點 可能要1500元 即是要配貨 即是香港如果你要買名牌的話 即是一些爆符 有一條訂 你是要配貨 你要買夠不知多少東西 才會給你買那樣東西 很多 這些古董都是 你想買這件 你幫我買9件 賣不出的 我就買第10件 這件你要的給你 所以演唱會模式 其實都是發展到頗成熟 還有 這個是一個 都是經濟學來的 其實你每一個位置 每一個座向 都應該收不同的錢 你不會有那塊位置 同一個價錢 就一定是 前面那些 你就覺得很划算 後面那些 就覺得980也很貴 是啊 而且都是看你 覺得進去看 你自己的價值在哪 有個別的 譬如你很迷迫 你給十多東西都看 當然會有這些 但是會有個 所謂市場價格 市場價格 市場價格 就很誠懇 還有我對黃牛 我就沒有什麼 可能我和大家 會有些不同 因為我始終是一個 崇尚自由經濟的人 其實黃牛是一個 促進經濟 又不可以是出信經濟的 最大的重點就是 我那3500就不是齊順袋 裡面有一千 有1500就不是齊順袋 不是他主辦幾球袋 會有這些 但是你又這樣想 他們放這些票出來 他都不會980賣給黃牛 他可能都1500賣給黃牛 黃牛他預計自己 可以買2000以上 就有得收拾 齊順主辦方 他都賺不完 那些錢 令到那個市場的 即是那個市場的 趨向perfect的price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令到 我又想坐頭 我當我現在是有錢 我可以坐頭位 難道我跟你在 這個電腦城市手錶網上按嗎 我不會按的 我當是按不到 我當是按到 我都不會跟你在那裡 在那裡轉轉轉轉轉 按按按都不會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分別 所以其實有些 甚至乎有些公司的 即是比較premium的 可能譬如信用卡也好 或者一些 就是聽過 譬如好像AE那些 他有些service 如果你是很高級的 你叫他做什麼都可以 那是有一些 有些部門 是跟這些叫大牛的人 是有聯繫的 即是譬如 現在我的客人要看頭兩行 那就是會跟這些大牛去交易 即是很完善的 整個生態系統 資本主義就是自己人 我又沒有去到覺得很邪惡 所以會活動 所以會活動 那你說我現在要照顧客人 我知道客人的女兒很久喜歡backpain 所以我無論如何都會給你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那個位置的分別 所以為何會被炒掉 如果我是AE 我的大牛不敢 不敢建立我的機口價 但如果我是 你過體戶 我可能都不會 簡單一點 我一次我剁你十皮東西 即是我跟你沒有生意來往 都沒有所謂 他就一下子收割你 其實都是關於你和他的 barketing powers 這個詳細可以看一些game theory相關的東西 大家就不要小看這些 很多的 遺漏了說 那究竟楊千華和肥媽這些又是怎樣 這個就是兩個朋友消息跟我說 接購買 即是會放一些風出來 你買垃圾來的 譬如50元和他收 接著80元再放出來 這樣 即是大量收回 然後再貴一點 帶到便宜的原價 放出來 來浪費起價 這個也是另一種生意的 即是怎樣都能買到 即是你接不到的士嗎 加錢 加錢便可以截到 加舊加兩舊便可以截到 即是從來的市場都是這樣的 不過你說如果追求公平 或者要追求公義 就未必好 即是都不要講公義 公平一定會公平的 因為這些 其實這個是陰謀論來的 不是什麼 即是主辦方 有種陰謀論 主辦方都會有參與 在這個炒賣活動裏面 只是陰謀論來的 因為他可以賺的錢 是比他就這樣計算 是多很多 即是你就這樣計算一張七八八 現在你知道街上賣一批東西 那你們的主辦方 你又覺得領不了 那會不會有一點心理不平衡 有這樣的機會可能性 不知道 但是這一次的Blackpink 是看到一個很正的操作 即是如何將你以為 即是怎樣將人夾上船 你變成要逼迫那種感覺 聽說有些人是輸幾十萬 即是一個Blackpink 因為他們的想法是這樣的 譬如我賣了一個人程給你 可能我在其他地方開張單 我賺的都不知道 誰知道最後應該是勾了筆 即是那個Marketing Budget 勾了筆 真的簽完一張單都要虧 你又不可以跟客人說 即是你跟客人說 我真的被我的妝套 所以這張票我用了幾皮給你買 那你的客人會不高興 即是會覺得夾我 即是是不是我令到你要給你這塊錢 不是我迫你 借些耳朵都跟他說 嘩 破得很辛苦 張飛 那些 那些 給他聽回這一集 傳回連結給他 不是 我是他 如果我是什麼 我會傳一個報道給他 嘩 現在炒到兩萬五元 你看那個位置要兩萬五 幸好我認識別人 之後就眼淚再心裡流 兩萬四 兩萬五都是我給 其實我給 然後我就說 幸好我認識主辦方 還要威 那你真是很便宜的價錢買到 你不要管 陳先生你想看我 我一定拿到給你看 是不是 要這些位置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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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拿回所有的東西 是啊 所以這個是 最重要你跟女女看得很開心 我真的看到很多這些畫面 不是可以說什麼 我真的有這樣說 你照顧客這麼容易嗎 是啊 你又要選不照顧 你要選適合老闆照顧 你又要照顧他開心 你就要付出的了 是啊 你哪個世界沒有必賺的 所以我這些就一定要花的 這些錢 不過我給你預計的 小得多了都 沒辦法 有時候買過金的時候 買過教訓 你老美 你應該撿回身材 誰想啊 他來到香港 都真的可以進去紅館看 是啊 如果他進不去 你跟他一家四 站在紅館門口 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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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 怎麼準備不見了 我怕他已經不見了 跟隨便在哭著 我要看LISA 對啊 這樣沒有了沒有了 哇 這個事情 所以這一刻那 Chip 內部斬殺 我只是覺得 令我叹為觀止 不過做生意的時候 真是要小心 對 對啊 這集還有沒有什麼分享嗎? 沒有什麼分享,不過最近看一些關於商業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就沒有在標題上說 最近就很紅,不知道你有沒有看,CheckGPT 那個AI機械,有沒有試玩?沒有 我成功找了一個外國的電話號碼 因為現在我們香港,全世界搜尋最多的CheckGPT就是中國 應該是會有一種顛覆性的事情 可能在這幾年有機會發生,我自己也有試玩 我覺得都是Mindblown 對於我來說,你問什麼問題都可以回答 比如說以後中學生,小學生就不用做功課 如果你給我上網的話,我去搜尋 那天我就跟大學同學聚會 他們全部都聽過,但我已經玩過 因為我絕對這些東西都很有興趣 然後他說,突然真的不用做功課 然後我朋友說,不如你嘗試叫他用一千字描述一下香港 用一千字描述一下香港 用一千字描述一下香港 也有玩有眼的 先講一下歷史、文化 他用多少秒彈出來 可能整件事用了一兩多分鐘 現在已經有很多Youtube 用一個CheckGPT來做一個Youtube出來 可以借我用嗎? 可以 我試試拍片 因為我的片條有三千字 可以用三千字講某個題目 可以的 但是有限制 因為現在你上網去檢查GPT 其實他那個知識水平 或者叫做時間點 去到2021年的12月左右 夠了 我想說的 研究是超厲害的 比如我問那些什麼問題 我會覺得 第一,可以寫曲 例如我現在要用HTML5 你寫一段曲給我 大概說什麼 他會寫曲給你 另外就是 我覺得接下來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你學怎樣問AI問題 如果你問得越專心 越是仔細 他會越正確 例如你可以叫他用什麼語氣都可以 比如你用一個生動活潑的語氣 來描述一下香港 或者你用一個很嚴肅的官方 你可以描述一下 我看過一些應用 甚至乎人已經在應用的是什麼 求職 例如你可以打cover letter 誠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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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做也可以 without dignity 你去找Informative的東西 我覺得他會給到幾多東西 其實真的 那我的價值在哪裡 present出來 我找不到我的價值 我要找一些他都說不到話 觀點應該是難題的 逼死我 真的要 觀點應該是難題的 原來取代不了 難題的 但如果Informative那些 現在都已經在吹 會擊倒 或者是Google的最大敵人 因為搜尋的東西 是麻煩的 譬如你要做一些 research類的東西 其實你也要看很多的網 現在你直接打他一句 拜登是什麼人 那如果他打一些東西 是虐待過的呢 那你就不知道 那你可能要再找 我也還有價值 如果我問習近平有多少個老婆 那些 不好意思 這個我們暫時不方便回答 不方便透露 我們知道 但是不能夠透露 會類似這些 那大家要留 我覺得 所謂的聽眾 都要留意一下這方面的事情 香港出生命 這方面 大家很多時候都嘗試玩一下 不過有個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我們現在都 第一件事 你要有一個外國的電話號碼 你才可以認證到 這個 你才可以試用它的Service 是 這一步就擊死了很多香港人 但是外國朋友叫他 幫你登記一下 試玩一下 很多東西都可以 有些人在講教寫書 譬如可以寫一本書 是五百字兒童的讀密碼 那個故事狼 是要努力就成功的 然後他就會作這篇故事給你 好了 下次先 所以這個大家要留意 接下來都是一個 很顛覆性的事情 可能 我之前看了一些關於AI的資訊 例如給我拍片 有一個都挺有趣的 就是有一個 出Display Card的 Nivida 出了AI 就是你可以 譬如你的眼睛不是看著螢幕 也是看著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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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不用買讀高機 你就可以一路看出來讀 就是有很多AI相關的東西 應該會越來越 越來越入侵我們的世界 但是我們要好好準備 對呀 都不知怎麽好 好 那今天差不多 有的 當這些AI的東西越來越多 我會覺得我們對實體的追求 的渴望會大很多 例如上瑜伽班 一來就是身心靈的東西取代不了 第二就是實質的東西取代不了 就是好吃的東西取代不了 你身體的機能都取代不了 我覺得這些是會 娛樂事業會受影響 娛樂事業 娛樂事業 就是看片 各樣玩 這些 就是Netflix 這些距離會受影響 其實可能會回歸一個 現實世界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是會 離開網絡 原來你對所有東西 所有東西都是AI 我不想再見到 變成實體Fans Meeting 是因為你實體體驗就沒有東西取代了 我也覺得是 因為我朋友是有幾個小朋友 他說 其實這一刻你教他 他那個想法就是 你教他怎麽讀書都沒什麽意思 你全部可以用AI 你的資料不會多於Google 你做資料也不會比AI快 不知道你做什麽 那怎麽呢 他應該要教他什麽呢 其實他是有陷入在這個疑惑裏 我已經想到 真的要所有東西變實體 我們離開這個虛擬世界 我們實體做直播 是呀 即是你開演唱會 你CD可以call 你又可以成 但你演唱會 現場聽演唱會 就沒有東西取代了 才見到個人 沒錯 所以為什麽Bad Pink可以 最後炒到三皮一張票 無論有錯 因為是現場 沒錯 但VR都搞不定 VR都不行 沒有東西取代到 好 那就差不多了 下一條片 再跟大家見面 新年快樂 拜拜